中国人摊桌上的鲤鱼居然让美国人闻风丧胆 当年美国人为了解决河流里的藻类泛滥问题 从亚洲引进了我们爱吃的鲤鱼 草鱼 雍鱼 统统都叫他们中国鲤鱼 哇 让这些可爱的小鱼鸟来帮助我们清理河流吧 几个月后 哇 河流变得好清澈 干净的什么都没有了呢 Oh my god 这是个什么怪物 完全没有天敌 到处都是美食 就连这里的伺货人类都很废材 这下鲤鱼乐开了花 一不小心就长到一米多长 心情一好 鲤鱼就喜欢蹦高高 于是密西西米和尚就出现了大型打脸现场 开着我的游艇好拉风 小鸡OA 我才是冠军 我爱提前运动 就这样鲤鱼狂欢之地 人类挥泪告别了一切水上运动 那为啥美国人不吃鲤鱼 美国人也想吃 但吃惯了鱼排这种没有刺的鱼肉 他们的舌头在一块横竖穿插着两根大刺 和八根小刺的鲤鱼肉面前 简直就是废物 所以只能自求多福了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